其實我的故事 大家如果剛才看這個電影裏 九成都講了幾天經歷了 我也希望透過這個電影可以和大家分享 也希望能夠令到大家會珍惜現在擁有的東西 也要記得會在當下 愛就要及時 珍惜和家人相處的每分每刻 如果發現身邊的朋友有情緒出現問題的 給他們多些關懷 有時關心亦都需要技巧 大家看電影裏也都看到 有時不必要太多的說話 發現一個陪伴一個理解就已經很足夠 那我再一次在這裏多謝大家 希望這裏你們能夠真好似我們的宣傳時候說的一句 用親情能夠感動到你們 多謝你們 大家好 余香營 多謝大家看這部電影 希望大家喜歡 那我在電影裏那條線 其實就是和爸爸有一個很大的誤會 令到想抓緊這段親情的時候就趕不及了 那我在現實生活中 其實我想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和家人 會有誤會的時候 那我自己都是一個很衝動 很衝口而出的人 我經常都會忍不住說了一些傷害人的說話 但是現在真的長大了 就會知道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還有親情 爸爸媽媽是很可貴的 你有時候會覺得好像和他溝通不到 沒有話說的 其實只是你不打開的心去和他溝通 如果只要你肯和他聊天的話 一定會有話說的 那所以多些和爸爸媽媽聊天 多些去抓緊一點大家的關係 大家好 我叫王鄧嫣 希望大家看完這部電影 出去到自己的生活中 都會繼續愛惜自己爸爸媽媽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一個孝順仔 我沒有對我爸爸媽媽很不孝 而且我真的沒有罵過架 就算是發脾氣 但我很快就會跟媽媽說抱歉 但在人生中有兩個遺憾 就是一個是我婆婆 另一個就是我媽媽的姐姐 就是我姨媽 那時候我也是屬於不孝的 在我青春期的時候 因為我婆婆小時候照顧了我一年的時間 但是在她有病的時候 我青春期的時候 我沒有去醫院探望她 當我去到醫院的時候 就好像Jennifer在戲裏 和爸爸的關係 去到她已經不認得我了 因為我媽媽跟我婆婆說 你的孫子看你了 然後我婆婆就說 是誰來的 但是那一刻是 是一個遺憾 我也不想大家 如果將會面對親人離世 或者未面對也好 都要珍惜自己的親人 不要把這個遺憾帶走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電影 謝謝 你舉手我們會有朋友拿著咪咪給你們 是 麻煩你 這部電影我覺得真的很感動 我覺得這部電影最好看一部電影 對 科晴 但是你可不可以再說多一點 你喜歡這部電影的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真的很石手拉麗 原來她真的表現到那種感情出來 我覺得 就是母子之間的感情 和你表達到你對你媽媽更愛 還有我想問你 導演這次 你是自編自導自演 你覺得最大的困難是哪裏 多謝你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Raymond 多謝你Raymond 首先多謝你 這個很大的鼓勵 你告訴我 你練習 因為這陣子上的電影 我們大概都知道 你看了六套 你認為我們這部電影最好看 但我相信我們的成本是最低的 因為我們很窮 我們以沒有錢的情況之下 拍到一部電影 令你這個年輕人告訴我 我們這部是令你覺得最好的電影 我真的覺得很大的獎勵 多謝你 另外你說如果我自己是自編自導自演 其實我自己也是監製之一 就是從賺錢開始都是小弟 那最難的是什麼呢 最難是整個過程都是這麼難的了 基本上就是一個瘋子佬 從頭到尾什麼都關自己的事 但是也正正是因為這樣 我自己活了這麼多年 我很感恩 我可以不停接受很多的挑戰 因為最難的關就是劇本 當我要重組回我和我家人 和我和我媽媽的故事 很多是點滴 那一部分是最難的 到今年一月做了舞台劇 其實對我來說 最難的關已經過了 到我拍電影的時候 要自己編導演監 都兼顧 困難了就是我沒有第二個馬俊偉 如果我有另一個馬俊偉 可以幫我 時間理解我 而是幫我走不同的位置 最好 變成我在現場 一個人要經常 隨時 各位要調轉 隨時要變身 他們見過我那個 其實有些精神分裂的 在現場 你們可以答一下我了 好嗎 你們可以答一下 他 是 是 我剛開始 我沒有和他 開始有對手戲的時候 在外面觀察都感受不到 然後到真的 我們有一場天台的戲 最後我抱著他那場戲 那場戲 大家看到鏡頭是這樣 圍著我們轉 他前一秒才說完 怎樣擺 下一秒就來了 好 開始 然後我說 我以為導演 會不會拿樓攤 會不會不哭呢 我這樣說 怎樣哭啊 前一秒才說完 下一秒 很難的 接著好了 到CUT的時候 一放開 嘩 他哭到 傻了 這個人怎麼做到的 好精神分裂 真的 你才會拿樓攤 不是 我想問 應該不會很難 是啊 是啊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經常拍戲 那場戲就是最後天台 我抱著你那裡 觀眾應該聽到我發聲 精神不裂 就是Will經常跟我說話 這樣查過來 最主要發現 是見到Jennifer 那她 那她 你出去一下就見不到我 那我就可以 不用這麼給力 那就是 Jennifer 剛才說的那種 其實是這些 拿樓攤就可以了 那就 但是 其實我經常覺得 做演員 你除了自己 剃你的時候 你要做足之外 其實你剃對手的時候 你真的要比起對手 才是尊重自己 也都尊重對手 也都尊重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不是一個自私的表演 除非整個台 是只有你一個人 由始至終只有你一個人 你可以自己喜歡怎樣做都行 你只要有對手 有拍檔 你真的要尊重對手 你一定要 戲劇是give and take 是不能說 你只是我自己喜歡怎樣就怎樣 不行的 所以我很著重就是 就算聽不到我 他們已經這麼用心 我自己對他們來說 我是一個前輩 我帶他們這麼多 我更加要做好一個榜樣給他們 那所以 那個 還有 難得有些新進演員 這麼漂亮 都在抱抱的時候 就抱得肉緊一點 就哭了 哈哈哈哈 那 Himi 我就沒有抱過Himi 我打過 但是說不說得真話 打 因為他說 沒有第二個馬 還在現場 我完全感受到 因為 他那班 就是他的 你的 導演組 因為我拍第一日 我已經覺得 哇 導演很兇 但是他沒有兇我 他只不過說他的要求給我 但他第一天已經很兇 對導演組 我覺得那個氛圍很緊張 我就是覺得如果導演組有一個 就是有他可能六七八成 我覺得已經可以幫他很多 他已經可以沒有這麼清楚分裂 我明白 所以他沒有出現的經驗 是不太夠的 所以 埋到位 難免 有些事情未必做得足 但是 導演做了幾位新朋友 他們本身都很有心想去學 我也跟他們說了 我一埋到位 我就 變身了 就是導演那個 我是 我是兇的 但是我對這件事而已 我不會對別人的 我也拍這部電影 是說了我前半生的粗口 就是粗口 我都不是罵人家的那些 就是家的那幾個字 但是我都只不過是罵這件事 我說 你們不可以這樣 然後 好了 放機位 接著攝影師 燈光師 接著這邊 你從未搞定 通常是這些 但是 一見到演員 我又不罵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是演員 我自己是演員出身 有時候難免會 比較理解演員的感受 Anyway 我那班導演組那班 被我罵 他們說被我罵得很高人 所以在電場看他拍 就會覺得 嘩 真是好像精神奮力 因為那裏罵人 然後又要回去演戲 好 演完了 又出體幕 當然又要處理其他東西 所以是很辛苦的 Anyway 多謝你們的包容 還有多謝我導演組 其實我都很疼他們 那希望他們 經過今次 又可以有更多的經驗 還有沒有其他朋友 有東西想問一下 或者想發表一下 因為我見到 因為我認識了很多年的朋友 所以在上面 Water 我跟馬慧亭先生 他就不是舉手問問題 不過我見到你 Water 你都沒理由不說兩句吧 不過我給前面那些朋友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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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想你們拍續集 沒有 很辛苦 因為我覺得那個感情 你真的拍得很厲害 我真的不想說 我也想要說 因為我真的不停哭 剛才 很厲害 還有 整套戲 如果我有留意 其實你穿西裝 穿了很久 你幾年間 令到我在一個多小時 這麼engaged 在這套戲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你有這個技術 去做一個很好的導演 和監製 我覺得 真的很好 我真的要讚他 多謝 是的 多謝 有一點新同感受 可能有一點 所以我覺得 在感情線上 你做得很好 真的 多謝 多謝你 鼓勵 其實我昨天有一場 謝票場 有觀眾問過我 他說 為什麼我會設定了阿偉這個角色 一開出他 穿了黑色西裝 打胎白衣服 他不明白 然後我說 因為這個戲裡面阿偉 那一早開始 就已經準備黃昏 去出席他自己的喪禮 因為其實他原本 在這套戲裡面 一開出就準備黃昏的時候 他就去了結他自己的一生 所以他一身西裝 其實是準備出他一個 我叫做一個 就是我自己設定的時候 其實就準備 是最後自己的出品 就穿了一套西裝 然後他就 哦 原來是這樣 我說是 然後他明白 他就沒有提到問題 還有很感謝你的鼓勵 這套戲 因為我很難拍續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正已經好了 哈哈哈哈 但是我驚恐症還未好 驚恐症 我不知道再怎麼拍 我怕我真的拍回 驚恐症就不好了 但是我會繼續努力去拍戲 其實下一個劇本 下一個劇本的題材 我已經有了 我會努力去繼續 在電影方面 拍多些故事給大家看 我希望下一套 是拍到開心的戲的 是吧 anyway 多謝你們支持 希望未來繼續支持我的作品 多謝你們 那後面那位朋友 一定要說兩句 馬偉明先生 是我們香港很頂尖的 一個時裝設計師 Hello Walter Hello 你好 其實很榮幸 因為馬仔 那時候出道的時候 是跟他做過少少的 包裝形象 不是少少 其實你是看著我 入行看著我 但是 是 很感謝Walter 那時候做了很多美衣服給我 是 是 其實我看完 其實我看完 很多時候睡覺 真的 因為我 好像一坐下 在戲院 我就比較放鬆一點 那我就自然會睡覺 那今天就 不是睡了很多 只是睡了少少 那但是 真的 一套 我覺得有 向難度挑戰的戲 就是 就是 是很值得去鼓勵你的 因為其實 其實 那個題材 我不是真的 這麼看好 你明白嗎 那我 我覺得 怎麼去演繹這個感情 其實 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 但是 看你跟 阿貴 姐姐的交流 那不是姐姐的年輕 那我 她交流的時候 就是很真摯 好像很真 可能 因為真摯才使得 那個人投入 那這個 真的是 值得鼓勵 但是希望你下套結婚 那我會開心一點 哈哈 哈哈 好啊 好啊 那後續 會不會是阿慧結婚 這樣拍一套結婚的戲 多謝你 那還有沒有朋友 想分享一下 你們 哈囉 這套戲好像灰色 好像灰色 很黑 暗一點 那個場面 真的好像灰色 黑 好像很形狀 其實是認中的 因為好像羅冠蘭老師所說 其實這個 我刻意選這個 色調的 因為這套戲其實就是 要從一個有抑鬱症的人 去看 我就是很想透過這套戲 讓大家明白到 一個 我不是說 只是我 其實很多觀眾 或者很多市民 他們可能都經歷過 親人的離開 我不知道你本身 你身邊有沒有朋友 有情緒病 其實我 有很多有情緒病的朋友 看這套戲 他們是 很大的感觸 因為 他們看的世界 和我拍出來的 很接近 我很想多些觀眾 能夠明白到 如果這個 正在跟金光正人 他們接 剛才戲裡面 很多的畫面 真是我們平時會看到的 包括它 突然間的東西都黑了 突然好像閃電 那樣 心跳聲這麼大 那些不是心跳聲來的 其實當Panelette發作 心跳真的這麼大 而且是這麼快 慢慢去到一個 差點要暈倒的時候 慢慢 心跳跌得很慢 接著就會上暈倒 是最接近死亡的一種病 一種情緒病 就是Panelette 所以我們必須 在我自己設計 就是我會用我的方法 怎樣在鏡頭裡面 呈現到最接近 我們在無論是 抑鬱症或者是 驚恐症 看到的那種感覺 另外我想問一下 這個結局 最後有沒有醫好那個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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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朋友真的 真的好看戲劇那種感覺 因為他 這個我也都明白 是一個觀眾的角度 他不是代入了阿偉的角度去看 所以就會有這個問題 很正常的 其實 我們這樣去理解 最後天台那裡 當然 顧美說 阿梅的角色當然是沒有出現過 其實最後在天台和阿偉那場對手戲 那些對白其實是她說的 而阿梅在整套戲裡面 他媽媽是一份思念 是一個意識 是沒有出現過 他也不是所謂鬼 不是所謂靈異的東西 不是 是兒子對他一份思念 所以這套戲 我有個核心的精神 就是 只要你依然思念那個人 那個人會長活在你的心裡面 一個人真正在地上死亡 就是地上沒有人再思念你的時候 所以在天台那場戲 其實是阿詩對阿偉的一份安慰 而阿偉也投射了他媽媽對他說的話 其實是一個這樣的處理 Anyway 多謝你 是 請說 可不可以第一個不拍照 拍照就馬上出現拍照 放心 好 大家還有沒有想和我們分享一下 是 是 好的 好的